大家好 谁说茶壶里不能煮饺子 有句话怎么说呢 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出不来 你看董哥煮的什么 今天忘了吃饭半夜了饿了 加班加到现在凌晨了 没办法 外边外卖叫了半天也没有 只能煮一块红肉吃了 做这行业吧 每天加班 其实做这个挺累的 挣的都是辛苦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董哥这样尝试过 茶壶里煮饺子 有口出不来 实在饿得不行了 真的这样干了 哎呀 待会儿连水 连汤 带那啥一块吃了 好 还有大块 高级吧 一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过 哈哈 如果有喜欢学习数据恢复的 可以联系董哥啊 也可以在我这里学习 因为这个行业吧 嗯 嗯 做这行业的人 在中国也也不是很多 目前来说我光知道的也就一千多家做数据恢复的啊 我说的是比较 这啥一点的 嗯 能做这一块的 有好多是刚入行的 那刚入行的可能技术不好 好多粉丝那盘到我这以后 他们开过以后 几乎就没法看了 因为第一设备不行 第二可能技术上 不能让他们练手去 嗯 一练手后数据很难出来 所以这个行业就 就这么回事吧 一般的情况呀 你怎么的学习一年多两年 嗯 你技术才能成熟 嗯 十年八年 你技术才能精干 我从事这行业就十几年了 嗯 这行业怎么着 经常熬夜 这是正常的 因为 呃 有的集护 或者有的盘难做 你就得看着去做 要不机器一 不看着的话 一会儿刺头一换 数据永远出不来了 风险很大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 董哥要吃我的红薯了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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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